字幕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全部都是肉 沒有碳水浪一浪 真是不適當 咦?蝦米池? 潔白無瑕的粉皮一層搭著一層 好滿大隻蝦米和蔥花 哎呀,好頂人啊 阿倫,我們去珠海 好了,今天在斗門 我們現在要開車開十公里 去一個叫獅子頭的地方 我去吃一種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小食 我可以把這個形容為 腸粉界當中的拿破崙 很棒 不管是怎樣的,你是kenyuan 等一下兩者說, duties 我會想要胸肉喝幾個月 都要知道天哪呀 五年左右,有叫還有小食物 如果你買個東西看著它 照顧最後一 referred 你購買.你也要買 YEAH 你購買掃子,我ird你 这种味道是小时候的一种味道 油比较香 腸粉的质感是比较滑的 很滑和冰爽 我们的腸粉是热的 所以吃不出这种感觉 太冷吃才对 冰冰爽爽的 它不单是早餐 它应该是全日都吃的小食 椰汁糕 如果加糖,是甜品 它厚身又滑 滑得也有米味 布拉肠做不到这种效果 虾米或葱的味道 并不会太强 吃下去最大的质感 都会觉得那些粉是可以的 浪动人民的智慧血精 早餐少 这一家是比较传统的 还用传统的方法去做的 一家虾米池的店 可能有些人会用新的方法 有些人会用传统的方法 有些人会用传统的方法 这种方法有历史的 或者新的方法 可能又会有不同的口味 有些人会用传统的方法 所以我们也会用传统的方法 一家虾米或许多的方法 我们也会用传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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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会用传统的方法 也会用传统的方法 有些人会用传统的方法 可能本地人已经吃了厌 甚至不想再吃 它是20 adulnden 虾米池,这行为当地特色小食 在这里,我们都收入大厚 也会用传统的方法 并很多 opportunity 所以我们决定去试一试 一探究竟 想问,智荣美食在哪里? 吃虾米池 我真的猜你买菜,不是在这边 想问,有没有智荣美食? 智荣啊 去那边 这边过去? 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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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顶废的感觉 很有朝气 还有钱吗? 卖了 卖了? 卖了,卖了一杯 我们村子没有那么好吃 那边是什么? 村子 是路边 早餐店 哈密 池姊庄里 你们在江湾上 路边 是不得了 老婆仔,你们20万 没有饭 可以给你们吃 很整齐,很厚身,比较实情 今天早上做的,浸完就开始散,口感就不够,之前就这么冰爽 但这个是更新鲜,凌晨4点到现在,这个会比较滑一点 比较滑一点,比较滑一点,看起来会比较精致 因为剁完之后,马上淋了豉油 所以油和豉油会令它的层次松散一点 很难处理,一块很确实,夹得起来 这块是原封不动的,很确实 这块是很确实的,然后再盐一下它,它才会散 早餐店,为什么可以这么多呢? 据民又有虾米馳食的地方,叫星楼 即是,影翅一点点 这里可能是斗门谷街附近 难得可以看到这些骑楼 这里是整条街,暂时我看到,比较气派的一间 上面呢,还有碰饼 你看看它二楼的天花板 很漂亮,我就是说 还有没有虾米馳? 虾米馳在那边 在另一间分破吗? 是,总店 几间的,虾米馳在对面 虾米馳在对面 现在才开 开了 我刚才看到它是在工厂里拿过来的 当然都是自己做的 虾米的材料 还有那些葱的材料 目前是最多的 虾米的材料 没有那么整齐 还有一些粉 比较厚 和酱比较稠 比较稠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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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不错 那就是没有了,整个斗门 确定,只有三间 按照功能来说,可能有几间 我本来更加以为一个早上要吃七八间的小食 因为都是非物质民宝遗产的一种小食 但我发觉不是,吃光了,出名的吃光了 当然可能有些流亡之余 集中的讯息是在哪里呢? 狮子头那边,然后去到斗门旧街 市场附近都是一两间的 就是这样的地方 但是我们综合吃的三间来说 第一间是比较传统的感觉 它会更加冰凉一点,滑一点 第二间是会精致一点点,弹牙一点 而第三间它的材料是最多 和酱汁是有一些特色的 其实我意思是说,各有特色 但是如果三样东西混在一起,更加好 那就更加棒了 外地人会觉得,哇,没吃过,很特别 但是本地人可能已经吃到 这种味道,也希望可以发掘更多不同的味道的东西 很多,现在又好吃,但是又是小时候的味道 你看着,我说了整天了 很普通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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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吃到大,自己吃的尸尸 哈哈 虾米词确实是好吃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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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